在《十善夜道经》里面教导 一切菩萨 他们有一个方法 能断一切苦恼 一切苦恼是讲十法界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佛跟我们说出了 昼夜常念善法 你的心善了 昼夜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你的思想善了 观察善法 你的心目为善了 念念善法圆满 不令毫分不善夹杂 是从这一段的开示 非常重要 我们想到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的环境 佛在经上明白告诉我们 那个地方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要不善 怎么能去啊 释迦摩 这个阿弥陀佛慈悲 来接应我们 到了极乐世界 那些人拒绝我们 不让我们进去 那也是枉然啊 为什么呢 这里都是善人 你来了一个不善的 你不是把这个环境忍无了 决定不允许有不善的人进去 所以世尊在此地 把条件给我们开出来了 我们一定要修十善业道 落实实善 就是落实教养父母 落实实善 就是落实奉仕四掌 学佛的同修 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实善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记得 这是佛法修学的基本法 不从这个地方 做真功夫 你就不是修佛了 你不是佛的学生了 你也不是父母的小子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